马六甲黄金港逐渐摆脱波折 最近更获得若福苏丹地布拉辛入股600万令吉 可说是如虎添翼 马六甲黄金港Malaka Gateway的发展商是凯捷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当今大马发现 根据公司委员会1月11号的资料 若福苏丹已经持有凯捷公司30%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 若福王室商业王国的合作伙伴达英玛丽 则持股10%或200万令吉 目前凯捷公司的首席执行员肖玉凤是最大股东 持股35%或700万 而翁敦策则持股将近20% 两人同住一个地址相信是亲属 学者罗福苏丹入股黄金港 他在马六甲海峡已经涉足两个大型填海项目 包括之前位于柔福麻坡的马哈拉尼能源港 当今大马也发现 这两个计划都有翁氏家族的身影 早前交通部部长陆赵福透露 当局正在探讨恢复黄金港的国际邮轮码头计划 但黄金港过去充满争议 甚至成为当时在业党西蒙的剑靶 前首相马哈迪更炮轰 黄金港正是那集出卖国土的证据 马六甲黄金港到底存在哪些争议 背后又有哪些势力和资金支持 罗福王室还涉及哪些发展项目 更多内容敬请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 支持独立媒体报道优质内容